哈利路亚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小弟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来 勉励的题目是 有一件事我知道 这一句话 是一位 能主耶稣医治好的 生来就是瞎子的 在面对很多人的质疑 特别是对主耶稣的身份的质疑 甚至是对他 是不是生来就瞎眼的 这个神迹是真的吗 的质疑的时候 他讲出一句 坑坑有力 非常坚定 自信 有信心的话语 说有一件事情 我知道 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 请大家翻开 约翰福音第九章 约翰福音第九章 我们来看第六节 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练到二十五节 开始 耶稣说了这话 就土唾沫在地上 又唾沫和你火在虾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的池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 就是奉差遣 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灵色和那树长 见他是讨饭的 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着讨饭的人吗 有人说是他 又有人说不是 却是像他 他自己说是我 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厚你磨我的眼睛 对我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们说 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 带到法利赛人那里 耶稣 后你开他眼睛的日子 是安息日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 虾子对他们说 他把你磨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法利赛人中有的说 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又有人说 一个罪人 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他们就起了纷争 他们又对虾子说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他说是个先知 犹太人不信 他从前是瞎眼 后来人看见的 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 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他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 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 他父母回答说 他是我们的儿子 生来就瞎眼 这是我们知道的 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他自己必能说 他父母说这话 是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 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 要把他赶出会堂 因此他父母说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 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 来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 这人是个罪人 他说他是个罪人 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阿们 耶稣吐了自己的唾沫在地上 把自己的唾沫跟厚着泥 抹在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的眼睛上头 然后吩咐他说 你到西罗亚池去洗一洗 那个人到西罗亚池去一死以后 回头 回头 他的眼睛就明亮了 那么面对这么大的神迹 圣经说 他的灵色认识他的 或者是 常常看见他 因为眼瞎在路边讨饭的人 就说这个人眼睛得看见就是那个人吗 因为他们觉得难以置信 一个生来就瞎眼的 如何能够在突然之间就看见了 那么虾子告诉大家就是我 他们问他是谁 医治了你 他说是耶稣 法利赛人 因为众人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 那么法利赛人一直 本来就要抓耶稣的毛病 抓他的把柄 那么所以法利赛人听了这样的一件神迹以后 有的法利赛人说 这虽然是一个神迹 但是这个神迹不是从神那里来的 有的法利赛人说 这个法利赛人说 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 因为耶稣是 在那一天是安息日 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人耶稣不是从神那里来的 另外有的犹太人说 这个耶稣是一个冒犯神的罪人 所以他所行的事 不可能是神迹 那么也可能不是事实 那么犹太人当中呢 有人相信这是神迹 那么这个行神迹的一定从神来 有人认为这不是神迹 甚至可能不是事实 因为耶稣就是一个罪人 不能让人听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相信说 这一个行这件事的人 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基督 所以就众说分吟 那么他们就一直问 瞎子你是怎么样子 是经过是谁 然后是怎么样子 你的眼睛竟然能够看见呢 甚至怀疑这个瞎子 本来就不是天生就瞎眼的 于是他们就质问了 这个瞎子的父母 也再三的盘问 这个瞎子本人 目的就是要断了 相信行神迹的是耶稣这个念头 后来法利赛人知道说 这是一件事实 这个神迹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所以他们就第二次 对这一个瞎子说 你的眼睛看见了 你应该归荣耀给神 至于那个伊犁的人 他是个罪人 所以即使你真的遭遇了 这么一个大的改变 那你就归荣耀给神 而不是这个人的功劳 因为这个人是罪人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被医治的瞎子 就讲到了 我们今天晚上要一起来勉励的主题 我们来看三十节 我们从二十六节看好了 他们就问他说 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 他回答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 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说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个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 神不听罪人 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 什么也不能做 这个是法利赛人 这个当这个瞎子说 有一件事情 里面讲说他是一个罪人 是不是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从前是瞎眼的 但是今天我看见了 所以他们又拿耶稣的身份做文章 说耶稣是一个罪人 你不要相信他 反正就是要否定 或者说耶稣即使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 他只不过是一个冒牌的这个基督 能不可相信他 所以 瞎子就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 从创世以来 从来没有听过 有人生来是瞎眼的 但是眼睛却能够开了 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 什么也不能做 我们看了这一段圣经 得到很大的激励 就是这一个盟主医治的这个瞎子 他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到 这个被耶稣医治的瞎子 因为自身的体验 别人再怎样的怀疑 都不能够动摇 他对耶稣的认识 对耶稣的信心 这一种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经历 是最宝贵的信心的根源 这是今天晚上小弟 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贬厉的 这一种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经历 是一个人非常宝贵的信心的根源 是值得我们来效法 也值得我们来追求的 这一位眼睛得医治的弟兄 就是这一位瞎子 他说 从前我是眼瞎的 但是今天我能看见 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坚定有力 不容怀疑 他对自己的经历 充满自信 对神的敬仰 充满信心 因为他告诉我们 第一 第一 一个人如果有了真实的体验 他一生都要得到造就 第二 一个人如果经历真实的改变 任谁都无可推为改变的事实 第三 一个人如果领受了真实的恩典 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他的领受 他说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不管你们怎么讲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因为这一件事情 是我真正的体验 我真正的这个经历 是我真实的改变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是刻骨铭心 不容否认 所以你们站在牌边的人 不管讲什么 讲东讲西 对我来讲都没有用 因为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我以前是瞎眼的 但是今天我看见了 环境常常叫我们软弱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 两百十七页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胀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救人脱离了 这是保罗的感叹 这一位坚强的保罗 他自己本身深深的体会 人常常有软弱 不是我们所愿意的 不管是我们的身体 不管是我们的心理 不管是我们的心灵 我们因着环境的刺激 因着环境的压力 因着环境的改变 因着身体的病痛 我们都会面临很多 不由自主的软弱 我们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 我们也知道什么是不该去做的 但是心中我们想去做的 却会被另外一个律把我们干扰 所以有时候人生有很多的软弱 也有很多的无可奈何 这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 但是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 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在遭遇很多 环境的压力 很多传境的引诱 很多环境 让我们不由自主的时候 或者是很多环境的威胁 而我们仍然能够在信仰上 能够坚立 这个生来就眼瞎的 当他蒙主了恩典以后 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 让他能够面对这些威胁 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 很勇敢的 很有自信的说 不管你们怎么说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这件事情你们不必跟我讲 你们也不用否认 因为这件事情我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经历 会是我们在面对很多环境的压力 或者是引诱 或者是威胁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是小弟要跟弟兄姐妹来勉励的 我认识了一个弟兄 信主二十几年 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那么公司呢 派他到大陆去工作 因为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十几年前 那么台湾很多的公司 特别是有工厂的 都把这个生产的基地 从台湾移到大陆去了 那么他在那里担任一个 很重要的公司的干部 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工作的环境 在他的职业的生涯当中 是一个机遇 但是也是一个挑战 跟他一起去的几位同事 就是几个重要的干部 在工作的表现都很好 但是三五年之后 就分别出事了 有的人是在婚姻上出轨 先是涉及社情场所 接着在那边就包 所谓的包小山 然后把自己的妻子儿女 放在台湾不管 有的在工作的职位上受不了这种利益的诱惑 收红包、侵吞公司的财产被开除了 那么有的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 所以忧郁、躁郁 然后呢 本来表现很好的 但是在很多方面就软弱了 那么从健康变成不健康 但是我们这个弟兄感谢主 他到那边到现在十几年了 那么在那边的工作表现正常 可以讲很好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在这样的环境的改变的过程当中 他的家庭依然保住 他的青年依然如此 他对神的这种信仰 没有改变 小弟在跟他 因为是一个很熟的弟兄 我对到大陆去工作的这种环境也熟悉 所以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聊起来 那他说 他见证说 这种离乡背景 到了一个谁也管不了我 家庭没有管 那么教会 以前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留在台湾 去那边是一个全新的环境 面对一个全新的 一个交心的朋友 很多人不晓得他的过去 也不知道未来会如此 所以说 他说 其实诱惑是很大的 包括对于采买公司的钱 或者是卖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买或卖 都有人送红包 都有人贿赂 都有人想办法走后门 然后呢 这一个 在一个 离开家庭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不管是在感情 在各方面 诱惑都很多 但是感谢主 他说感谢主 他就是引用了这一个 瞎子 引用了这个瞎子 所讲的话 他说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就即使这环境改变了 诱惑很多 威胁很多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知道 那一件事情 就是 他们家是怎样子来信主的 他亲眼看到了 神的能力 他亲自在自己得圣灵的过程当中 他亲自体会了 他跟神的关系 所以人 既然离开了原来的家乡 到一个新的环境 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他要怎么做 而且他的职位很高 也很少人可以管得动他 但是他知道 神知道 有一件事情 他知道 这件事情 他是从 从神那边领受的很多的恩典 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 他知道 人看不到 但神看得到 所以 我有所为 有所不为 就是有的事情 我应该要去做 但是有的事情 我不能做 因为 我知道 神的恩典在我身上 神的能力是我见过的 我是敬畏神的 我们 都要追求 这种 有一件事 我知道的信心 神 常常是在 选招我们的时候 因为 我们弟兄姐妹 有的是第一代的信徒 就是 你有机会 从木套朋友 帮主拣选 入信 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姐妹 是从小跟着父母 跟着祖父母 就来信主了 对于这些 第一代的信徒 在改变你的信仰的时候 我相信 神的方法都不一样 途径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 从过去不信 变成信的这个过程当中 从过去没有圣灵 得到圣灵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会有 神都会借着 用圣灵的感动 或者是用出人意外的神迹 或者是让我们看到的 其他弟兄姐妹的见证 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的感动 我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目的 神就是要让我们 从这些经历当中 来清楚的认识神的全能 体验 我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几乎所有弟兄姐妹 不管是你一个人来信主 或者是和家人一起来的 都会有一些信仰的体验 即后你是从小信主了 只要在教会里面 心中有神 在一生当中一定一定有几次 一定有几次 你会遭遇 你会遭遇困难 你会从在困难当中 然后呢你会去领受到说 在你需要的时候 神是怎么样子帮助你的 这些都是我们 像这个虾子一样 很重要的资产 我们要铭记在心的 因为这种铭记在心 会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发挥很大的力量 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管别人怎么做 不管别人怎么威胁 但是我知道我跟神的关系 这种起初的信心 小弟今天要勉励我们弟兄姐妹 就是这种起初的信心 是我们跟神之间关系 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三章 十四节 三章十四节 这里特别提到 这个起初的信心 他说我们若将起初 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 我们在基督里要有份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那种起初的信心 确实的信心 能够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很重要 那他为什么特别提到 那种起初确实的信心呢 就是因为神选招我们的时候 一定会在我们选招的过程当中 特别在初心的追求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有很多的领受 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就像这个虾子 当然这是一个大的神迹 他从没有看见 变成看见 那么对他来讲 这个就是 不管别人怎么讲 这种真实的经历 真实的体验 真实的恩典 是无果推诿 是不用别人来 说三道四的 他就有非常坚定的自信 而且对主有坚定的一个信心 上个学期 我们幼年班 台北教会幼年班 有一个课程 我觉得非常好 幼年班 我们台北教会幼年班 就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 那少年班就是 少女就三年到四年 然后五六年级是少甲班 那应该是这个幼年班 跟好像少甲班也有 他们就在一个学期当中 就出了一个功课 这个功课就是要小朋友 那个刚入小学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这些小朋友 要回家去问你的爸爸妈妈 问你的阿公阿嬷 我们家是怎样子来信耶稣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问你的爸爸妈妈 问你的阿公阿嬷 你们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 一些蒙恩的见证 然后要小朋友去问这个家长跟他讲 我看很多家长都很用心 然后要把他写下来 因为不是只是叫他回去听 所以小朋友听完了以后 一个一个小朋友必须到台前来 必须到台前来 跟其他的小朋友见证说 我们家是怎样子来信耶稣的 或者是我们家 我爷爷生病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子祷告 然后主耶稣怎样子来医治他 或者是我的妈妈 他在生产我的过程当中 那么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但是因着主的保守 我今天这么健康的 站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课程 对这些小朋友的造就很大 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要勉励我们弟兄姐妹的 把我们家 把我们个人 把我们经历的 特别是我们家庭 我们个人 主耶稣给我们的体验 其实是从我们个人开始 就是从我自己开始的这些 我们常常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在那个承受恩典的那时候感动一两天 但是就过去了 我们应该记在信中 而且要把它传下去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虾子留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从自己的经历当中把它记在信中 而且是形成一个对自己为什么坚信我的主 非常强有力的根底 这个根底不但是免疫自己 也是面对即使面对别人之语 或者面对环境的引诱的时候 常常会成为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因为我知道我以前是瞎眼的 但是今天我看见了 我们来看耶稣亚记 耶稣亚记第四章 当耶稣亚带领百姓过越旦河 一件非常大的神迹 过越旦河以后 耶稣亚叫百姓做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叫百姓把这一个 越旦河里头搬了十二块石头 那么摆在这个安营的地方 就是极甲的地方 所以百姓就问耶稣亚说 耶稣亚就是一般的石头 就是说 那个 你叫我们搬这些石头 摆在这个地方要做什么 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 耶稣亚记第四章的二十节 两百个十七面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 耶稣亚就立在吉甲 对以色列人说 日后 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乘走干地 过着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你们前面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像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前在我们前面 使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稣亚真是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这个重要的事就是 是搬了十二块的石头 放在那个地方 记者在圣经里面 其实这个也是 这个犹太民族 一个很重要的传承 十二块石头不重要 是借着这十二块石头 让做父母的 让做祖父母的 有机会告诉我们的子孙说 我们过去是怎样 曾经怎样 领受了神的大人 带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过于淡河 不可思议 不只是我们过于淡河 在我们之前 四十年前 又有一次 是摩西用藏指着 这个红海 然后红海的水分开 四十年前的这些祖先 也是从红海过了红海 这样子来彰显 来彰显神所带给我们的恩典 以及神祂所具有的 这种绝对的能力 是我们不能忘记 不只是不能忘记 而且是成为我们 在以后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 一个定心思 因为我知道 在我们遇见困难 无法过河的时候 是神带领我的祖先 过了这一条慢慢的长河 当我们后面有追兵的时候 是神的能力 祂照顾我们 让我们的祖先 可以走干地过红海 因为我知道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这个就是 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有信心 有信心 但是这个是 一个人要有信心的时候 的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体验 这个体验 有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或者是发生在我们亲人的身上 这是最刻骨铭心 而且是记忆深刻 而且是永不能抹灭的 就像这个瞎子一样 这是我真实的经历 你们不要讲了 你们只讲说 耶稣是谁 耶稣是罪人 耶稣不可能做这个事 耶稣这个罪人 一个不守安息的人 怎么可能去行神机呢 不管你们怎么讲 但是我知道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我以前是瞎眼的 但是今天我看见了 所以这种信仰上的体验 不管是在信仰之初 或者是在我们往后的日子 门搜意外的平安 每每能够让我们在 这个信仰生活的 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沉着以对 说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记住 这些我们曾经经历的 或者我们的父母 我的祖父辈 我的祖辈 或者是他们告诉我的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 在我们家某一个人 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病痛 或者是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不如意的时候 当我们家陷入了抽云产物的时候 我们家借着祷告 借着因着神的照顾 我们家经历了平安的 从不平安 经历到平安的这个过程 我们要把它记起来 这种信心 不然信心 是嘴巴讲的两个字而已 这种信心 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劣迹 而出来的 所以这种信仰的体会 如果当神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历历在目的时候 那么这种信仰 这种信心 自然就会坚定不移 所以勉励我们弟兄姐妹 包括勉励我个人 我们要能够细心的来体会 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些体验 我们的凌晨才能够长进 也常常这种信仰的体验 常常不是在我们平安的时候 这种信仰的体验 常常就是在我们遇到困顿的时候 常常就是在我们遭遇逆境的时候 常常就是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却迎来了一些意外的平安 或者是 常常是在 当我们乐切的为一件事情 向神祈求的时候 我们真的获得了神 带给我们这种意外的平安 那种高兴 或者是那种体会 那种体验 应该我们要记在心里头 而且常常试念 把我们的信心就是在这样 我们的凌晨就是在这样的上头里头 一天一天在主的里面来长大 我们来看费利比书 费利比书第四章 这段经文我们常常读 但是再来读一次 费利比书第四章的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力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定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一点 在困顿逆境的时候 如果我们知道向神祷告 把我们所需要的跟神说 那其实呢 神就是借这个机会 在酝酿 在赏识 有一件事情 要成为有一件事 我知道的那个内容 这里说 如果我们愿意把 我们所需要的跟神说 神就会是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最大的目的 不是我们经历的一件神迹 他最大的目的最大的造就 是他就保守在基督耶稣里面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也就是说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所需要的跟神说 然后细细去体会 去体验神 当我们跟神借着 当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 我们去体会 我的祷告 神是怎样子的来应允我 我的祷告 神是怎样子 让我有出乎我意料的平安 我的祷告 甚至超出我所求所想的 这些事情就是像这个虾子一样 这个虾子我想他没有期待 他的眼睛会看到 他只是在那边讨饭 讨饭的 但是当耶稣 愿意把出他意料的平安 施行在他身上的时候 对他来讲 就完全不用再说了 我们要常常在主里头 向主求信心 让我们有信心呢 能够把我们所需要跟神说 而且很重要的是要去体会 是要去体会 神是怎样子 一步一步在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 改变我的不安 把我的不平安 变成平安 这种经历 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造就 一个没有体验的信仰 是空壳的信仰 是没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要每次都把握 对这种恩典的体验 从自己的不平安到平安的 这个过程当中去体会 这是信心能够滋长 灵力能够强壮的重要的秘诀 我们来看四篇 四篇十八篇 四篇十八篇第一节 十八篇第一节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原始 我的善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盘石 我所托靠的 祂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峰 这个是大卫的事 大卫因着一些信仰的体验 所以就化成坚强的信心来送赞神 这两节圣经我非常的喜欢 如果我们有经历的一些信仰的这种体验 然后有真正领受心底头感谢主的 给我们的一些从不平安变平安的这个过程的这个体会的话 这一段圣经读了以后都会哭的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原始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盘石 我所托靠的 祂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峰 圣经前面的小字 特别说出了 大卫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 他写出了这一句 这么感人 而且贴切 而且不管是在文字 或者在意境上都非常好的一个诗句 我们来读那个小字 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于领长 当耶和华就他脱离一切丑体和扫罗之所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这时的话说 大卫一生当中最大的困难 大卫一生当中最大的困难 就是他所服侍的主人 而且那个主人 而且那个主人已经是他们国家的国王 却要铲除他 他是忠心的效忠扫罗的 但是扫罗变样了 以铲除大卫为目标 所以他最大的领受就是当他在这么困难 他是爱扫罗的 因为他说扫罗是神所立的王 他要尊敬他 他要服从他 他要在他的底下来做事 但是这个他所尊敬的 他的这个主人却要杀他 把他当成仇敌 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 他觉得最困难的 而且觉得最糟糕的 觉得最不可思议的 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扫罗要杀他 没有办法跟扫罗和好 当他遍临这么大困难的时候 他最大的体会就是 当扫罗用尽各种方法 要把他铲除的时候 神救他脱离了这一切 他说脱离一切 脱离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所以他的体会非常的深 这些事情就是大卫的有一件事情 我知道 这也是大卫 虽然大卫的一生当中也曾经犯过错 但是他发过错以后 他深切的悔改 就是他的一生当中 他除了抢乌利亚的妻子这件事情以外 大部分的事情 他敬畏神 怕神 敬畏神 遵从神的命令 要为神造电 以神为中心 为什么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就是当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谁 是什么样的力量 脱离我了 他记在心中 所以他写出这么好的事迹 这个就是今天晚上 我要跟弟兄姐妹勉励的 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恩典 家庭的恩典 我们自己的体会 能够记在心中 让我们用感恩的心 来领受主所示的信仰体验 让我们一起来追求 像这位眼瞎的弟兄 他能够自信的对人说 有一件事 我知道 以前我是瞎眼的 但是现在我看见了 今天晚上跟大家勉励到这里 我们再一起来唱诗 四百三十六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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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